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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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必要呢 就是在别人面前就是值得夸牙 或者说是呃就是赞叹呈阳 就是没有必要的 所以呢 呃作为一些智者 真正的修行人来讲 应该就是尽量的 隐藏自己的这个功德 自己有一份这个功德的话呢 呃想办法就不要让人知道 那就智者是智者的行为 也是修行人的行为 但现在的这个社会呢 可能也不是这样的 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呢 呃自己本身呢 就没有什么这个功德 但反而呢 呃就是夸夸其他 但我们真正的一些大乘信任的话呢 要反反复复的这个观察自己 看我的内心呢 呃就什么样 就每天都是有这个信心呢 有这个慈悲心处理心呢 是这些来就是占据着呢 还是有贪心 诚心 痴心啊 还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 就是从内心当中呢 就是自己观察自己 或是大还是功德大 就是自己也应该这个清楚的 让自己身体的所作所为呢 自己也是应该这个清楚的 啊就从早上到晚上 所有的新主作为的这些行为呢 是如法还是不如法的 啊就是按照 批赖业经里面或者是有关这个一些大乘这个修行的教言里面所讲的那样去做吗 还是就经常是就是自我翻译啊 就随心所欲的就是造恶业的 所以我们言行句子当中呢 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呢 的的确确也是自己不是个啊这个好人 现在以前在有些教言当中也说了 作为凡夫人自己的经济不能就是过多的讲给别人听 负责的话呢 从此之后自己的这些经济呢 不会这个先前的 就是说一说以前米拉日报尊子啊 就是也是说这个雪山的这个凶狮和海森林当中的这个艺术啊 还有这个海里面的这个经浴的话呢 就是他们都经常这个隐藏部落 这样呢就是就减少就是一些危害 同样的道理 作为一些说这个修行人呢 就是他自己所修的法和修得的境界啊 就千万不能给别人这个说 如果给别人说的话呢 就是造自一些违缘 如果没有给别人说呢 就是修成这个顺缘 就是最后呢就是圆满成就 有这方面的教言 因此大家在这个修行啊 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境界方面呢 应该就是这个雪智者的这个行为 就是她在这个图的地方 记住在这边就修行你 还有好 alcohol的 其实也还有一分之所以 可是它就能不证据 对啦 每次还一边就能够 就能够倒入了 这个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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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昔的话 那么就是为了就是自己的这个利益 自己的这个吃饭 然后衣食 生命 财产 生活 感情 等等 就是 就为自己的利益 也实际上是可能所作所为一心一眼 一切的一切 就是一害过无量的这个众生 每一个人都是扪心自闻 看看你 就不是我们这个前世的前世 基层当中 就你没有遇到大乘佛教之前的话 甚至我们可能就是当小孩子的时候 也是为了自己的玩具也得罪过其他的这个害童啊 啊 就是那个时候的玩具跟现在可能不相同的 但是现在看来不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然后你长大之后的话呢 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活 可能也害过很多人和废人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 这个每一个人应该自己会过自己的一生的话 会明白的 就是说有我们这个往昔呢 真的是每一个人呢 也可能害过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众生 为什么是害他们呢 当时就是担心自己的事情是不成功 以希望呢 就是自己的这种这个 一切这个事情呢 就是是圆满 就是是这么一个目的呢 就是大家都也做过很多不如法的这个事情 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想 然后那么现在呢 就我们在这个上师面前 诸佛菩萨面前已经发了愿 发菩提心 然后就是就利益众生 就是已经这个发了这么大的这个愿 那么发这个愿之后的话呢 就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 就为了利益众生 那么所有的这些危害呢 就是心愿亲愿自己感受 所有的这些痛苦啊 就是折磨以及这个别人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不一些不能够接受的这种痛苦呢 就是都愿意自己成熟 看看大家呢 就真的能不能就做到这样的 就心里面就是要值得这个想啊 我们世间的很多的这个世人啊 就是心里面都是想都是自己这个快乐 就是祭福报 但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确实是他的这个 这个怎么发心和行为呢 就是完全是背道而自的 所以龙猛菩萨在大制度论当中也说了 世间人行动 什么就是 世间人行动 挨之福报 挨之 挨之福国报 而不好福音 而不好福音 就是求有不求灭 里面也是有这么一句 就是说是这个无罗效乐 消遍消灰 然后光求大者来活大乐 就是有这么一个教言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世间的这些人啊 就是就为了 就是获得一个世间的小小的 就像我们这个路尾上的这个 什么这个路尾上的这种碎地一样的 很妙小的这种这个快乐 而这个奋斗 然后呢 就是刷一些这个小聪明啊 就是就开始这个奋斗 但实际上呢 就是得不到的 就是这是世间的这个小聪明而已的 真正的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快乐 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心理呢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这个众生 永远获得快乐的这个唯一的因素 就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也应该想着 我从今天以前呢 就是整天都是像利益自己 太过无量的众生 这个没有什么想不来的 就是谁都可以回想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真的是要这个 想做一点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就利益众生的事情呢 我还是是应该做 当然人的这种根基啊 能力智慧都是有限的 就不敢说是就是要做 就是好大好大的 这个并没有这么要求啊 佛陀在因底的时候呢 有时是一辈子当中呢 救护一个众生了 那这也是实际上是 你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一份积累 就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活的人生以后呢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的 你以众生的这一颗菩提心呢 在我们相续当中 一定要生得起来 如果这个没有生得起来的话呢 那临时的时候呢 确实是空手这个回归 就是非常可惜 在每个地方都内耳 啊 我们等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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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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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